就是我們要歡迎 所以我們的偶像巨星們要出場囉 是的 首先 首先是護理師天團 廖宜玲 我們掌聲歡迎 廖宜玲 蔡定竹 借敬林玉書 來 請往中間站 我們拍照 我們這四位護理師當中 待會我們網後會提到 有一位是真的當過護士了 到底是誰呢 只要演起來是駕親就熟 不用演 他當過護士 答案還蠻令我意外的 因為完全看不出來 好的 謝謝護理師天團 接著來掌聲歡迎最強頂尖名儀團 首先邀請余秉諺 未來李又汝 大飛 劉曉映 掌聲歡迎 哇塞 我們這個頂尖名儀團 一出場這個氣勢就是很小 氣勢已經很氣喘很大 哇 藍藍CD已經出現了 藍藍CD已經出現了 來來來 請媒體大哥幫我們拍個照 內科 外科 百股品 在醫院裡面也是 在戲劇裡也是 對 他們已經點出一個重點了 你看以後 我們也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在醫院裡面 竟然有兩派是壁壘分明 對 然後外科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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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能出一點火藥味了 好好好 那個面火期前請先stand-by 我們謝謝 謝謝 煎餅秉諺團 來 請 接著就是我們今天 顏值最高的實習衣師群 首先歡迎的是張傑 哇 哇 Tanny 哇 哇 夏宇投 柯瑜 林柯瑜 阿孝遠 來 請往前 我們拍個照 好 我們這一組 沿著最高的實習衣師們 往前站一步 剛剛剛才那一組就不太一樣 這一群看得出來就是一群菜鳥 剛剛這邊那個主治衣師竟然說 欸 好好說喔 好好說 主治衣師有點失味了 好的 謝謝攝影大哥 謝謝 好了 接下來要歡迎這一位特別來賓 他是我們上一檔我的老師 Gill小赫的熊主任 掌聲歡迎 Gino 這次Gino真的不得了了 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聽說Gino這次演的角色很特別 第一 他從綠島來的 第二 他是一個大哥 第三 而且都變得比較黑 所以他剛剛自己這樣告訴我說 很謝謝王總給更生的一個機會 是 是 是 因為自從一清專案之後 不是啦 你形容的都對 但是呢 不太一樣 這次因為我飾演是張傑的哥哥 男子角的哥哥 那我們都是綠島小孩 那我是一個經營民宿的潛水教練 那特別這個單元呢 跟我有關 所以我就來特別跟大家合作客串一下 非常好玩期待這次的演出 謝謝Gino 我們也邀請大家往前這一步 來拍一個大合照 大合照 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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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女人來解放嗎 好好好 這次我們的演員陣容非常的堅強 有偶像天團的 Special的Teddy 還有我們新生代的明日之星張傑 當然我們的實習醫生的角色 當然我們這個春花旺路的男主角 之前是王光明 現在不是 他是誰 主治醫師 所以這個角色的差距其實落差不一樣 從實習醫師後的地道出 他們的角色落差都非常大 而且等一下還有一位是 在這一部戲的戀愛對象 跟這一部戲的戀愛對象 也是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這部戲的衝突性其實還蠻高的 OK了嗎 OK 好 謝謝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訪問一下 我們進行一下我們的訪問的時間 首先我們要先訪問的是我們的 護理事件團的部分 好嘞 我們先從林玉書 先跟大家簡短介紹一下兩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林玉書 那裡面演的是呂品慧 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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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衣書是英國留學環的高材生 對 我們是碩士生 對 所以我們挑選的角色裡面不只演技要好 我們也有高學歷的對不對 好 那麼接著是來謝金穎 哈囉大家好 我叫謝金穎 ORANGE 你們好 我在這次的實習醫師豆狗裡面是 貝加一小貝 對 我們金穎要不要再介紹一下 你是 你不是什麼的啦啦隊 對 我今天是中華隊的專屬啦啦隊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像 我們會有世界表載等等的 或者是十二強 或者是像是我們WBC 還有那個世代運等等的 那種棒球的啦啦隊 我就是這次世代運的 哇 哇 我們不是金穎啦 對 我們比較偏向是 就是為大家加油 讓娛樂結合棒球的 謝謝 謝謝金穎 好 謝謝 我們的竹竹 哈囉大家好 我是潘英竹竹竹 然後在這部戲裡面是 飾演一個比較資深的護理師 資深護理師 我想請問你一下 聽說其他的演員都是沒有演過這樣的角色 可是你演起來就是得心應手 對其實我也沒有演起來得心應手 因為我本身其實自己就是護理系 然後走護理系 沒有啦 就是因為其實就是以前是護士 然後後來就有點不務正業的 跑來演戲了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見到這個角色 我自己其實也覺得很興奮 因為就是可以讓我重新回到當初是一個護理師 然後對醫療對臨床還有熱情的那個神奇 所以很謝謝您是給我對的機會 讓我回到大約五六年級的時候的路 好 謝謝竹竹 謝謝竹竹 還有我們的廖宜玲 謝謝大家好 我叫廖宜玲 我是他們的阿長 一看就看得出來了 嘿嘿嘿 我是這次他們的阿長護理長 然後我是美華 那謝謝 大家都說你喔 嘿嘿嘿 我是華美 哎呀 因為被阿長叫習慣了之後就會忘掉自己的名字 常常會有這種感覺啦 我們現在也沒辦法啦 還是華美 阿長我有問題 我有問題 聽說你有明星臉 喔 對還要跟大家講喔 因為我們那個巴士是在那個福大醫院 我們裡面的醫院叫福大 來我們的醫院都會福大命大 那我呢就是號稱在福大呢 大家一看都知道我是福大楊麗 像這樣 就是這幾年年紀大時候臉評比較厚 比較敢跟大家講說 我是葉劍號稱小楊麗 對 以前會害羞 有時候會說阿沒有啦 那個立體幾次都 好現在臉評比較厚 好那我們接著咧 好接下來要訪問的是我們頂尖的醫療團隊 對首先要訪問的是小壹 大家好我是小壹 我在裡面飾演資深的總醫師 這件事 看得出來喔 總醫師 聽說好像還蠻機車的 可是永遠都升不上去 為什麼 因為不用工 然後每次的那個什麼專業的那個 什麼考試都沒過這樣子 所以呢 又汝是我的學姐各位看得出來嗎 哈哈哈哈 看得出來 OK 我們來看看又汝 好來定我來 又汝跟李明 我想我們想要訪問一下 就是我們在預告裡面看得出來 好像兩個人有一點火藥味 對 哎呦 怎麼會呢 來呦你怎麼變成女士優先 女士優先好嗎 女士優先好嗎 那又汝先跟大家問候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又汝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內科主治醫師 吳夢柔 內科主治醫師 吳夢柔 我們是天台外科 那叫我不是孫神超斯業者 對 外科都是神 是的 不像內科只會在書本裡面針養而已 喔 外科只會在醫院切肉而已 那我們切下的肉都是病人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病人都可以痊癒 並不是所有的東西切下來就可以痊癒 還是要我們內科調進的藥方 所以內科只會成孔蛇之塊 不像我們外科是身體的變形 大家現在應該看到孔蛇之塊是什麼 掌聲鼓勵 不好意思大家 這就是我們在戲裡面的相處的狀態 外科其實很好 也沒點我 為什麼我們不是好姐妹 欸好好說話 所以其實他們也點出了 在醫院裡面其實內科跟外科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壁壘分別 所以我相信在這部戲裡面 地也有很多那種煙消味火藥味 是我們期待的 而且我要說一下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演員呢 只要我們兩個出現 他們都很開心 對 為何呢 是不是 你們會自己說 有沒有 為什麼 你們會自己說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只要我們一出現 所以這場場 場面絕對是大的 超大 全部人都有 我們都沒有吃 然後讓他們 讓他們兩個 好好去吵就好 休息就好 尤其是呢 因為孟柔呢 在戲裡面呢 她還屬於比較活潑一點點 對 然後因為孫神道在戲裡面 她是唯一一個超級嚴肅的人 所以大家只要我一出現 就是我哔哩啪啪啪啪 好開心 很年了 對 所以大家很親中 還會對點玩小戲的情 就是這樣 沒有這麼說 也不是這麼說 所以劇情真的是非常的精采 我們真的很期待 接下來要訪問一下 大飛 大飛是內科還外科 外科 大家好我是大飛 我是演出外科 你們請請客 那個屁人呢 就是最開心 孫神道出現的時候 因為只要是孫神道出現的時候 我就不會有講話 然後那個導演每次會說 欸那你就站在後面 我說不用 沒關係我站在那就可以了 這樣子她只要挺他就好 我就沒事了 因為我每次都會定他 我算是一個比較 怎麼說 就機車的一個總醫師 然後我都會定他 所以只要我對到他 沒有孫神道的時候 都是我一直在劈一趴講話 他也沒有事 那只要孫神道出現的時候 就他一直劈一趴 我們兩個都沒有事 這個關係是這個樣子 沒錯沒錯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的 這個司機師豆腐 謝謝 再來要訪問一下我先 還是要男女主角先 對我們先請 男女主角先來來 叫你 是你跟KD有男女主角 對男女主角 是我是你 張姐要問一下 其實不是第一次演這個 醫院有關的角色 但是你好像 你好像有了解到 有一些醫院的禁忌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像跟大家提醒一下 像雞腿飯啊 還有蝦子類的 雞腿飯 先不要講 為什麼 為什麼 醫院不能吃這些東西 這麼水果也不能吃 鳳梨 鳳梨 鳳梨大家知道 鳳梨出也不行 鳳梨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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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也不能喝 鳳梨太旺 可能是為什麼 你先講鳳梨為什麼 不行 鳳梨太旺 然後 紮紮太多腳 會一直跑 實習醫師就一直跑去排 對 所以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們要去醫院 找朋友 找朋友 找一些護理人員 之類的 就不要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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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提示 對 那我們這個Couple 另外一位 Peddy 我是Peddy 那我在影片 飾演的是 劉永俊 我們等一下播放 會有一段 他們兩個好曖昧 對 最近好像偶像劇 都要流行一點 男男CP 有一點腐味才好看 對不對 好像在這個劇裡面 也有一點這樣的味道 Peddy有一場戲 好像是 脫褲子 幫誰脫褲子 然後爸爸是什麼事 那場戲是我幫他撥褲 還有 其實當天 一開始拍的時候 然後就 我幫他撥褲子 撥一撥一撥 導演突然說 卡卡卡卡 他說 我在幫他拉褲子 就往上拉 他自己要撥 喔 一個反過來 張傑為什麼要自己往下拉 為什麼 可能說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Peddy你都不去 可是Peddy你沒有在怕 對啊 大家盯盯看 所以那個 編劇大人都在現場 之後那個劇情發展 可能要請編劇好好設計一下 對不對 好的 謝謝Peddy 也謝謝張傑 我們還有 夏宇和 夏宇和 剛剛那個 司機線上的朋友 好像有人留言說 這個面孔很熟悉 這名字有一點點陌生 為什麼呢 沒錯 沒錯 因為我現在名字比較忠雅融 然後現在正式改名為 夏宇和 食物 沒錯 這個新名字可以 帶來更旺的運行 沒錯沒錯 希望這個新名字可以 為我 就是更高一層頭這樣 一定 一定 那麼夏宇和 好像也是這個 國標舞后 前進小巨蛋 我不要一夢 對 所以演技對你來說 這次這個飄大梁 有沒有讓你覺得 最困難的事情 最困難的事情 其實沒有耶 因為我們這部戲裡 大家都很開心 那最困難的事情 大概就是 我覺得因為大家的感情 都非常好 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在拍戲當下 不能笑 因為我一定會 就是大家都會做 很奇怪的表情 然後感情太好了 所以每次看到彼此 真的認真在演戲的時候 其實都很想笑 所以我想這應該是 最困難的地方 對 演技相同喔 大家都可以療出很好的感情 那麼接著我們的柏妤 大家好 我是柏妤 我跟徐徐秀的 我們也是一年級 對 柏妤是從主播 轉蛋藝人第一次 十七耶 是 不要這樣叫我 今天跟你們一樣大 哈哈哈哈 對 要不要談一下 你的心動歷程 呃 其實我為了這部戲 大家看得出來 就是把頭髮進去 對 留了十三年的長髮 對 我剪了二十五公分 那剪下去的時候 就 啊 好 我這樣要好好演好 真的 其實在裡面 比較有個性 所以才要剪 把頭髮這樣 這樣 對 剪掉的當時 然後 就是下地決心的時候 對 我覺得這很好的開始 明明是第一次演戲 然後我可以用你的全新 不同的面貌 來跟大家解決 好 柏妤加油 加油 接下來 歡迎小哈哈校園 嗨 大家好 我是哈校園 小哈之前是籃球選手 可是這一次 是一個過期的籃球局 可是聽說這一次 有一些籃球的戲 你還要演出那個 不會打籃球 應該是很困難吧 很囑很囑 對 因為我籃球太困難 因為我太會打球 他沒有演喔 他沒有演喔 對 然後當中其實 導演還有試圖說 欸你要不要演一個 就是你本來還不會打球 突然被人家激了 就是很生氣 然後突然灌籃了 我說導演 不要講髒話 導演就是想要我灌籃 什麼可能導演 不要搞的 但是 總比說我們裡面 有人跟我們說 他是籃球校隊 結果打得有夠爛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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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猜一下 是誰 是誰 是我 笑話的笑 好不好 笑話的笑 我們小哈在裡面 也有感情戲 真的 有有有有 而且還是CCR 豐豐的戲 對 我本身有交了兩個 日本女朋友 對 編劇 對 但是其實他只是一個暴震 因為我在裡面演的是一個 算宅男的一個角色 那我就很沉迷於那種 二次元的戀愛的角色 所以我去買一個抱枕 那它是兩面的 一面是穿得很整齊 那那是 就是見大家說 朋友的時候 是可以這樣穿的 那另外一面是 只有唯一個瑜伽 對 但是只有跟我一個人相處 才可以這麼穿 但是有一些導演 突然闖進來 還摸了我女朋友一把 對 所以那一天都要成 你生氣的跟她說 如果你不是導演 我早就對你不客氣 對 希望以後不要在這裡 對 錄戲很深啊 掌聲給他跳演 現在要訪問一下 GINO哥了 對 其實為了這個 實習是鬥的 要克服恐懼啊 對 有一個很艱難的任務 喔 你說跳誰是吧 對 因為其實 若干年前已經有拍過跳水戲 失敗了 那時候還被這個六月節做的僵尸跳水 動作非常醜 那小鶴也碰到是要跳水救人的畫面 那因為劇本輸得很趕 我也來不及學 溫馨 那時候換我們的導演高崇凱幫我上 這一次我先拿到劇本之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 就艷冤喔 沒有什麼不行的 要學 所以我特別請我們小鶴的演員吳東諺 教我跳水這個畫面 那本來是昨天要拍 但是呢 因為昨天換我小鶴殺醒酒 所以下禮拜要拍 希望拍出來是能夠 很期待 對 也是能夠滿意的 因為我演的是應該一個很會跳水的人才對 對 那克服這個恐懼感 GINO哥在這個實習是鬥感裡面 也有感情性 是 真的 這個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很多長官昨天有見到我們 因為昨天晚上是 我覺得是叫小鶴殺醒酒 那今天馬明哥星部戲的記者會 其實我心裡面感慨萬千 我覺得我有那種叛徒的概念 所以當初其實在接這個戲的時候 我本來是婉拒的 我覺得說我希望 好好玩清理晨杯之後 休息一下再來 但是 就因為這感情戲 我知道我的另外一半之後 我馬上爭取演出 真的喔 我還站著我的心聲 那誰 再講到我的另外一半是誰呢 我希望你能夠自己站出來 勇敢 我希望妳那麼出現 我讓她 我這樣扮心也出 我聽到這個很久 妳是 我相信在放冥望劇 不要說全台灣 全亞洲 pow像劇 我們兩個最亮眼 我是 我這都會有感情戲了 對 我們會相對的時候 我秀卿就是沒有人愛 有沒有 我跟妳講 我還是一定要談戀愛 妳真的不斷也已經直到春天了 大家期待我們的吻氣 謝謝 因為我覺得這種問題就是健康就說 我希望這些棋子的朋友 他們能夠吃到我非常豐盛一下子 不要拖太久 謝謝 謝謝我們今天精彩的團隊 接下來我們的演員群 其實為了今天的試驗會 特別準備了一段舞蹈 對 不只會演戲還會跳舞 特別為大家準備 但是講到這個舞蹈的部分 我們做得不提一下 現場有一位舞蹈全開的主持人 就是我們的舞蹈入圍 對對對 舞蹈我吧 Gino哥 舞蹈歐啊 是 舞蹈歐巴 阿賢 阿賢 好 真的很謝謝大家特別提到這個 因為今年 因為民視全力栽培 那我覺得舞蹈全開呢 得到第52屆最佳綜藝節目的入圍 希望5月30號能夠提到什麼集中 太強 集中 也希望明年這個時候 實習一次鬥 也能夠敲響金鐘 謝謝 好的 接下來我要請Gino跟我們一起欣賞 接下來這一段 鬥格舞 好的 加油加油 請大家就戰鬥位置 戰鬥位置 stand by 喔 好的 好好跳喔 我們等一下有專業獎評喔 對啊 請Gino哥專業獎評 好 音樂請下 Music 我這個視野很好 好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好嗎 呼 勉強陽光 到開心的滿床 妹仔在山下里看見星床 這炙熱的嚮往 走過半天啦 前過海的語言 正在梦想只够了蓝图 以希望的形状 我们是最终流行的寻梦站 花下孤独儿的图乱 在一个夜晚把星空点亮 一个耀眼的世界 我们是最终流行的寻梦站 拉起转身即逝的世界 在一个岭边陪它闪迷 最光彩的未来 掌声鼓励 这个Ending pose做得非常好 可是刚刚平生老师已经跟我朋友说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来请Gino老师讲题 好很快我们一句话就带过 我想现场除了夏宇和 还有金银 还有余品店之外 其他几个人选择当演员是对的选择 非常精彼的选择 我每一位都有看 那尽量加油 把演员这条路走得更顺更平衡 好 其实今天大家在这个舞蹈 当然舞蹈不是他们的专业 但是大家欣赏的时候都觉得 顿时马上年轻了十岁 而且是二十岁 对热血了 所以今天大家在座 各位都只有二十八岁 十八十八十八 十八 十八十八 现场有人说我才二十六而已 你说我包加两阵 我很难跟我爸妈交债啊 我以为这是一个新的肯 对 对 对 今天是来树敌的啊 对 对 跳舞都疑惑 好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很热血的呼一下口号 让我们今天的气势 冲到最高好不好 好的 那个小哈请帮我们取高 对 我们今天有注意到 我们这个小哈没有跳 因为他膝盖里受伤 但是他今天有很重要的功能 对 他告诉我们 十七一师豆腐 在九月十四 礼拜四 晚上十点二十分 首播 我们提早了十分钟 提早十分钟 好的 我们先来喊一下口号 十七一师豆腐 FIGHTING 十七一师豆腐 FIGHTING 十七一师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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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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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计算你有free style 我觉得可以 我们想要想到十七才算是多 不行 我觉得不行 好 你为你拿节奏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先请各位演员的清醒就座 我们接下来要欣赏 我们的那个精彩的节目片段 我们俩同一样 我们人怎样 我们女生同一样 神明 odpowied 来有故事